烏克蘭士兵走在殘破不堪的街道上 没过多久不远处就传来巨大爆炸声 死守在巴赫姆特的乌克兰第一机械化营 第三突击旅的士兵 不管走到哪或是在哪寻找掩护 都有俄军朝他们攻击轰炸 俄罗斯的狙击手也躲在暗处 随时瞄准在前线移动的乌克兰士兵 入夜后俄军也对巴赫姆特动用燃烧弹 画面宛如天降火雨 虽然看似很漂亮 但它却具有超过2400度的高温 接触到任何物体都会迅速燃烧 对乌军来讲是相当可怕的武器 俄罗斯军方大肆宣扬战果 甚至声称被调来巴赫姆特的乌克兰 已经被占领的说法 画面上看到乌克兰士兵在市中心街道上 大摇大摆往前推进 还持续跟俄军近距离交战 乌军躲在建筑里 朝俄军发射火箭推进榴弹炮 双方攻击你来我往 就当巴赫姆特血战持续之际 CNN曝光一段在网路上疯传的影片 疑似是俄军将一名乌克兰战俘 残忍斩首处决 遭斩首的士兵身上有黄色臂章 CNN指出这就是乌军的标志 另外一个人绑的则是白色缎带 也就是俄军的标志 另外一段疑似斩首影片显示 乌克兰士兵的遗体 被瓦格纳佣兵晾在战场上炫耀示威 由于原始画面太过残忍 CNN也只选择性播放 改有口头叙述 这两段斩首影片的真实性 还无从证实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痛批俄罗斯军人 简直是畜生 泽伦斯基继继继续通过视讯 呼吁IMF要对俄罗斯 采取更强硬的制裁 对于亥人听闻的士兵 克里姆林公的回应是 这段影片看起来很可怕 但真实性有待查证 只是俄军在乌克兰境内传出太多暴行 埋地雷也是俄军的一贯手法 造成许多乌克兰士兵和平民丧生 当然俄军的损失也很惨重 为了补足军力缺口 俄罗斯下议院不止通过电子征兵 现在还准备要向人民 课征所谓的军队税 乌克兰战时越拖越久 对俄罗斯经济是一大负担 如今又要对老百姓加税 国内反战宣浪恐怕难以平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均